你知道一个顶级的变态杀手 是怎么从小培养成的 他一出生就喜欢研究动物的小零件 每天放学就来菜市场看着老板仔小动物 趁老板不注意 就偷偷把公鸡的脑瓜子带回家收藏 看着这些瓶瓶罐罐 都是他几十年的收藏品 但这一天 男孩忘了官房门 结果被父亲发现了他的癖好 为了揪着儿子扭曲的心 父亲立即把他吊在横梁下 拿出九块九抱有的皮带 就是一套闪电五连钉 一抽就是十五年 从今已抽成一个帅气的男孩阿三哥 然而在父亲粗暴的教育下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心里变得更加扭曲 这一天他只是去收藏了两滴蛙罐 结果被父亲又是一顿疯狂输出 可见皮带这样是杠杠的 十几年来都没换过 这时阿三看着外面的亮衣声 心里产生一个邪恶的想法 当晚趁他父亲喝了两杯马尿时 拿起绳子提前四十年送父亲去极乐世界 残忍地结束了这一切 完事来到后院 用锄头挖了一个大喝 直接把尸体埋了下去 可见这种亲爹都挖的人 运气一定也好不到拿的 长大后阿三也结婚生子了 但妻子刚生下一个幼崽扔给他 就长痔疮死了 不久后 他又发现自己的鼻子 他妙地来了立下 去医院检查被诊断出严重的鼻屎癌 医生告诉他 回去该吃吃该喝喝就完事了 这个接一个的打击 让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和他过不去 小时候在父亲的皮带下长大 长大后刚过上幸福的日子 妻子就挖了 他一心想和儿子过好生活 可自己二十来岁就患上了癌症 这他妙得谁还活得紧 单听爷爷说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看 于是那天他又来到医院复诊 可这是一个天真无险的女孩又刺激到他 女孩说生活是如此多焦多彩 你为什么一副苦瓜年 接着还教他怎么笑 在崩溃边缘徘徊的男女 你还来嘲讽他 这让三个扭曲的心 一下子又爆发 你喜欢笑是吧 我让你全家都笑不出来 于是当天晚上他就把那个女孩标心了 第二天 女孩的父母看着孩子的尸体 就开始挖挖大哭 全场没有三哥露出了笑容 看着他们哭 三哥变态的心情就会好受一点 他逐渐爱上了这种发泄的方式 从那以后 凡是被他看到那些幸福的家庭 他都会让对方永远笑不出来 统统拉回小黑屋里分解零解 这让他的心情大好 这一天 三哥接到医生的电话 说最近保持乐观的治疗 他的鼻水有了好转 虽然不能彻底治好 但也不用死了 这让三哥重新找回了希望 打算清理到最后一具尸体 然后买两斤五花肉回来和儿子庆祝一下 但出门没看 黄历刚好遇到了佛伯乐茶车 三哥后备箱还有一具尸体 于是他赶紧掉头 当他路过一辆笑把车时 为了不妨碍去买五花肉 他把尸体直接抱进笑把车上 但此时他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被儿子看到了 然而 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 儿子刚好看到被杀女孩的尸体 在笑把车发现了新闻 然后突然想起了父亲今天的行为 男孩果断上楼撬开 父亲从未让他进入的储藏室 挖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体小零件 搞得就像汽车维修厂一样 他意识到父亲是新闻中的连环杀手 男孩害怕的赶紧想跑出房子报警 但碰巧遇到了跑上来的亲密 恐惧让他不停的往后退 三哥刚想解释一下 男孩就一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瓶子 从顶楼摔了下来 不死也脑部以下全部解释 三哥本来还有一点人生的希望 但现在彻底绝望 看着电视上的佛伯乐 三哥把儿子的死都归咎于 那个带队茶车的女姐 如果那天他没有查车 三哥就不会把尸体放在小拔车上 这儿子就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埋葬好儿子的尸体后 他决定报复那个女警丽莎 三哥盯上了丽莎的孩子 这时三哥变得更加可怕 他用风车诱惑绑架了丽莎的小女儿 但不是为了杀她 而是要把她培养成一个变态的杀手 即使丽莎以后破了案 发现女儿是凶手的时候一定很有趣 用这种报复也让他感受一下 失去亲人的痛苦 三哥还想把团队搞大 他又找到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男孩 然后为他洗脑 把他培养成一个专业抓孩子的魔鬼 就这样 一个专业变态的团队也算建成了 他们的窝点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树林里 没有人会来这里 男孩负责在外面抓孩子回来 女孩负责在窝里分解零解 女孩负责在外面抓孩子回来